怕你我一见 因为有光才有了温暖 因为有爱才有了希望 在关爱学校 所有的爱心都得以传递 所有的帮助都变成可能 得到帮扶的孩子正丹丹 从无法选择命运 到考入美国麻省大学 藏族少年强把人增 从街边的流浪儿 到加入美国青少年职业棒球联盟 还有励志少年贾云斯拉姆 未来还将有更多的孩子 会像他们一样 道路越走越宽 阳光越来越灿烂 石清华和赵灿 傻得可贵 傻得可爱 他们用自己的力量 让爱心真正的落实在了行动上 也感染和鼓励着更多人加入进来 传递爱心 传递希望 感谢收看本期的有请主角 我们下期再见